盖达分支扬言攻击西方在非洲公司 恐怖组织盖达 北非分支今天扬言攻击西方国家在北非和西非的公司 称他们是合理目标 还敦促穆斯林抵制这些公司 路透社报道 伊斯兰北非盖达组织 曾突袭北非和西非 特别是阿尔及利亚的设施 他们2013年锁定阿尔及利亚一座天然气场发动重大攻击 造成数十名工人丧生 伊斯兰北非盖达组织的战士也曾锁定玛利 布吉纳法索和象牙海岸外国人长下榻的旅馆发动攻击 引起各界关注 伊斯兰北非盖达组织今天发出的声明指出 这份声明呼吁抵制所有在伊斯兰北非三国以及在沙赫尔的区 Sahill 国家营运的西方企业和机构警告他们 他们是圣战士合理的目标 这份声明在社群网路流传 由极端主义监督组之赛德情报集团Sahill翻译 声明特别点名北非和西非多数国家的前殖民宗主国法国 以及法国在浙赫德区的盟邦 都说明特别点名北非和西兰北非尽力的